加緊腳步趕快把傷患送醫 阿爾巴尼亞強陣後第一天 把握黃金救援時間 但現場一片混亂 有家屬心機如焚 想衝上救護車確認身份 也有民眾回想地震當下 仍心有餘悸 空派畫面 看到大量牆壁嚴重崩毀 還有房屋整棟倒塌被移為平地 這起規模6.4強震 是當地30年來最強地震 造成至少600人死傷 阿爾巴尼亞總理也特地前往 重災區關心災民 不過主震之後 又發生上百起漁震 其中至少四起 規模達到5以上 儘管當地晚間氣溫只有攝氏9度 民眾根本不敢回家 全都擠到體育場的臨時帳篷區 度過災後的第一夜 然而這起地震會造成這麼大災害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土壤液化 CN也預估這起地震恐將造成當地 至少1000萬到1億美元的損失 另一方面阿爾巴尼亞臨近國家 像是義大利 希臘和羅馬尼亞 已經伸出援手協助救災 再來新聞黃靜庭編譯 未知 曽天 ỗ